今天我會和大家做一下椰檳造型麵包的示範 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麵粉在第一次發酵後 拿出來排氣 不需要沸騰 我們就把它捲成一塊 因為捲成一塊會方便我們做造型 把麵粉放在這裏後撒些高筋麵粉上去 還有留一條木棍出來 木棍也撒少少麵粉 然後慢慢推長它 長度大概是9至10吋 闊度那方面不要太闊 大概2吋已經足夠 例如闊度那些位置 我們可以用麵粉棍 捲一捲 大概跟麵粉棍差不多長度 我們就可以放椰蓉餡料 椰蓉餡料大概是40至42g 我之前也有的食譜和大家分享要用多少 椰蓉餡料大概是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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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兩天三天用的 可以分兩天三天用 放在冰箱裡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麵粉鋪平 把麵粉鋪平 鋪平之後 在最後面大概留1至2CM 我們就不需要放椰蓉 現在我們就開始捲 留意我的步驟是這樣的 首先捲一捲 然後手輕輕壓緊它 這樣就會比較貼近椰蓉 壓緊兩隻手就拍起來 不要令它越捲越大 即是越捲越闊 保持2吋左右 發出來的椰蓉就會更加漂亮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拿一個麵粉棍 輕輕拌一拌 撈扁這個位置 然後捲起來 然後捲均勻 讓它不要爆開 然後我們用手 推一推 拌一拌 切割 這個封口位就在這裡 我們那個粉團 就用這個麵粉刀 在中間平均切開 我們就不要切斷 我們大概切它 五分之四的位置 一切 然後我們就打開它 我們拿一個圓形的紙桌 記得用圓形 不要用長方形 圓形當它發脹的時候 它會慢慢拉開 圓形就會很漂亮 我們都還沒完 我們輕輕按一下 扁它 然後在這些位置 打開 它發出來 樣子就會漂亮很多 因為之前這個食譜 一直都有分享給大家 但有些朋友跟我說 它做的造型就不太漂亮 所以我今天就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第二次發黑 但是我們現在就做到了 我們就先把水分裂 打開 現在我們可以這樣做 一開始 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